赶往边关的路上 燕长云与扶晓在马背上吻得停不下来 祭拜了扶晓的父母 去了他们曾经相识的家后 燕长云与扶晓踏上了去边关的路 燕长云 咱们比比谁的马跑得更快 一出城 扶晓彻底放飞了自我 好啊 家 燕长云一声令响 马儿就像在四条腿上安了马达一样 瞬间几尺百米 扶晓仅管骑得很快 但终究比不上燕长云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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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呵斥着手中的马 眼看距离越来越远 扶晓心头一动 一个鬼顶子出来了 修修他从花中拿出燕长云送给他的口哨 一个轻快的声音响彻天际 燕长云以为扶晓出了事 急忙掉转马头 向后奔来 于跑到扶晓身边时 燕长云一把拉住了马的缰绳 怎么了 燕长云焦急地问 哇 扶晓脸上假装露出痛苦的表情 燕长云刚下来 想上前好好查看一番 谁知扶晓甩起马鞭 加一个眨眼的功夫 扶晓越过了他的眼睛 我超过你了 嘴里得意地嘲笑着燕长云 燕长云敏唇轻笑了一下 继而再次跃上马身 对扶晓狂追不舍 就这样 你追我赶跑了好几十里路 眼看就要追上扶晓了 燕长云灵机一动 从马背腾跃而起 一个转身 便飞到了扶晓的马背上 扶晓 我追上你了 燕长云大声说 此时扶晓争气得快 突赶身后一阵热气起来 他赶紧拉了一下缰绳 马儿以为主人要他立即停下来 顺时 两条前脚腾空 而后重重落地 扶晓跟着马儿一回后呀 一回前倾 要不是被燕长云紧紧抱着 此时早已摔下马 都怪你 他一手轻轻拍着胸口 一手锤打着燕长云 那我补偿你 说着 燕长云一把扯过扶晓 开始亲吻他 一万鸟叫青翠月儿 蠢鸣又样婉转 仿佛在为他们奏乐 扶晓的嘴唇很软 燕长云留恋得很 或许是视而复得的喜悦 这次燕长云比以往更动情 燕长云闭着双眼 一手拖着扶晓的头 一手轻轻搂着他的腰 他的吻如同火焰般燃烧着 瞬间将扶晓完全包围 扶晓此时的脑子 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一般 心里也是酥酥麻麻的 他张开嘴 主动迎接燕长云的吻 两人的唇舌轻轻交缠 唇边全是彼此的味道 意识到扶晓的主动 燕长云更失控了 他开始逐渐加深着力度 很想把扶晓全吞于自己口中 嘘嘘 不一会儿 扶晓便开始有些喘不过气 燕长云意识到后 立马止住了嘴上的动作 扶晓得以喘了口气 原以为这就结束了 谁知燕长云的嘴唇 竟移到了扶晓的耳迹 轻舔着 慢咬着 扶晓的大脑瞬间继续双咽 有点太上头 软乎乎的耳垂 还有细白的薄梗 燕长云焰足地往下探寻 一颗颗草莓蝇 就这样被种在了扶晓脖子上 直到马儿突然大叫一声 燕长云才意识到 连马儿都看不下去了 他睁开眼 看着怀中的扶晓 此时 扶晓的眼还是闭着的 那些吻来得如此热烈 弄得扶晓失了神志 睁睁眼 该走了 燕长云扫兴地来了一句这个 扶晓脑目地想跟他大战几个会合 来日方长 细水长流 给我精进的空间 燕长云可不想让扶晓一次满足个狗 得吊着他 扶晓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他勾唇一笑 脑子里又凸闪了坏点子 等下回还我主动 我要看燕长云那跪求继续的眼神 扶晓在心里盘算着 离边关还有三千里路 他们今天才走了不过百里 以后还有粤鱼相伴的日子 那就在路上好好把亲嘴知识玩出了花样来 一个女杀手封命刺杀一名朝廷的特务头领 却没有想到 自己不但没有刺杀成功 反而得了失忆症 最后进攻成了一名假太监 还跟特务同名和皇帝产生了情感 小编今天要跟各位看官介绍这样一部 在芒果TV上映的古装全眸宫廷喜剧 难呈验 这部电视剧荣和宫廷阴谋 言情 复仇等元素 邀请了王佑硕 赵昭仪 夏宁俊 周子欣 胡正军 英浩铭连妹出演 扶晓是一个自诩正义门派的女杀手 受师傅之命化妆成一个封臣女子 去刺杀当朝的特务进军统领 千语为统领燕长云 却没有想到燕长云武艺高强 扶晓自杀失败 在逃跑途中遇到一个从宫中逃出来的太监 被他击中头部后失忆 还捡到了他的腰牌 被出宫寻找他的太监发现 为了不受到惩罚 太监将扶晓带入宫中顶替 扶晓成为了太监小强子 在宫中 小强子遇到了被权臣架空的皇帝赵元 朝政由朝中两大权臣丞相肖万里和魏国公把持 他们党同伐义 互不相让 皇帝只是他们两个手中清除异己的傀儡 甚至连皇帝的后宫事物都无法自主 皇后是萧万里的女儿 为了防止别的女人花上皇帝子嗣 萧万里不准皇帝亲近其他的女人 皇帝知道萧家的野心 如果皇后生下儿子 自己性命不保 对于两位权臣当年趁自己年幼 逼迫自己杀掉定国公的事情早就愤恨 暗中积蓄力量 一定要扳倒两位权臣 燕长云表面上是朝廷千余位的统领 实际上他是当年定国公的儿子 不担家遭惨变 自己还遭到追杀 幸运的是 被一名神秘人救下 如今归来定要向仇人复仇 扶晓与皇帝和燕长云两人都产生了情感交集 皇帝在后宫中饱受压抑 当他遇到小强子之后 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情愫 燕长云在逃难的时候 就与年幼的扶晓相识 这一次的重逢 让两人小时候的情感重新燃起 五月即将进入尾声 但上新的古装剧不断 昨日又有一部古偶网剧南城宴开包 是一部斗趣剧 很适合当下饭剧 南城宴里面也有很多典型的古偶剧情 包含刺杀失败 失忆 顶替身份 隐忍复仇等情节 这部剧的亮点在于有很多搞笑的剧情 看预告后期也会有些虐恋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武艺高强的江湖女侠福小兽 失命刺杀隐忍复仇的冷面头领燕长云 无奈任无失败女主失去记忆 阴差阳错变成热情斗趣的小强子 两人在暗流汹涌的朝堂上 与危机四伏的江湖中步步为淫 陈年冤暗得以昭雪 尘埃落定后 归隐田园 相守一生的故事 古装剧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青余年等在热播中 南城宴能否有一席之地呢 古我剧除了剧情之外 选对演员是很重要的 这部剧颜值很养眼 男帅女美 演技都很不错的 女主福小小强子是由赵昭仪饰演的 她本身就有古灵精怪的气质 参演过一夜新郎 冰雨火等多部作品 在新剧南城宴中 两种反差的性格 事宜前的福小是江湖女侠 织谋和武功和男主不相上下 事宜后的她变身太监小强子 面对各种刁难 靠着小聪明机制化解 反套路的画风给人无数笑点 男主燕掌云氏游王又硕饰演的 古装剧《大宋少年制》和《如意芳妃》 让她有了观众缘 还参演过《云西传》 《金九龄》 《月歌行》 《金相思》等作品 这部剧中是腹黑的千语味统领 心狠手辣 冷酷无情 身负重大秘密 南城宴的配角方面颜值也都不错 夏宁郡饰演贪玩的皇帝赵元 周子星扮演善良皇后萧横 殷昊明饰演爱儿不得的萧全 喜欢古装清喜剧的小伙伴 南城宴不容错过哦